9月6号 宗主教与青年有约活动 先以弥撒开始 宗主教说 这是上主所选定的一天 当他自己被祝圣成为主教 加入主教团时 就被委任要照顾青年 就职台北的宗主教以后 第一次是这么近的跟青年的代表 来举行弥撒圣祭来谈话 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在我的幕僚工作当中 好像是上主特别启示我要特别为年轻人来服务来工作 所以也在我的幕僚生活当中 我都会比较注意到年轻人 那怎么样是来跟年轻人有更进一步的服务 弥撒结束后 随即进行对谈 首先由牧林服传处报告 有关青年写给宗主教的29封信件中 青年最关注的议题 最大多数最大多数提到的就是青年活动及青年陪伴 然后接下来是网路媒体 然后还有青年培育的信仰陶城 儿童培育青年的经济还有其他项目 在来自不同堂区的青年代表 简单的自我介绍后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 今年我们去我们正教堂去马祖带银队的时候 我就有一位就有他的 他的他就自己写银歌和写银队的歌曲 那我就觉得那为什么我们不办一场圣歌比赛 然后让他的歌曲可以让大家知道 然后也可以展现我们对 我们用歌曲的方式对天主的表达 有关于圣歌这方面这个倒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也可以学习 那个像基督教的团体 他们对圣歌的重视 或者他们常常有一些性格 那像我们如果是在这方面 我们有举办这样的比赛 可能也会推动各个青年的团体 也练习写歌或者是 也让他们一起来交流 接着圣歌来交流 这应该也是年轻人喜欢的一种活动 一个活动 我觉得我们教会 天主教媒体可以有一个平台 然后是聚集所有的资讯 不只是青年教友的 那这平台是什么 就是刚刚有提到的 所有的活动 所有每一个年龄层需要的东西 这里不管是找今天的彌撒 今天我们需要的经文 或是这个礼拜的活动 或是整个天主教会的礼儀的 礼儀年的礼儀安排 所有的资讯都在这上面寻找 张正宇七年之间的互动 这是我目前看到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这个串联 如果失联了 七年只做七年的 张者只做长者的 到最后天主教传统 能够维持下去的话 就会是个问号 再来网路媒体的部分 你要整合出一个属于天主教会 这个部分安排的话 这前置作业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就是可以 其实有很多一些社会 他们有自己的自媒体的部分 我相信可以从他上面先去取经 我们可以省了很多一些步骤 例如上智 例如文道 例如光企社 可能在总教区 这边可以 是不是可以有一个网路媒体部 可能就有这样的部门 直接就是整个 整个组织 教会的青年可以善用 就是 如果我觉得在这一块 怎么善用的话 可以 我觉得可以效仿 可能像政府部门 或者是公司行号 他们会有像 青年圆梦计划 或者是 一些提案的 我倒是很愿意的 我们的母女复权处 你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我们青年 有哪一方面的专业 其实我们教会也有这个需要 可是我们要的是 假如是像我们这样子 有教会意识的 是不是更好 由于对谈时间超过12点 地点移到餐厅举行 南松山天主堂青年 简余涵提出他的看法 我觉得很少有年轻人 愿意讲教理的东西 或者是往生的地方走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是需要 不是他们不想 是需要被培育 所以我觉得 教会应该要更花时间 不管是经济上 还是内容上 就是要培育这样的青年 因为如果现在不培育 这些我们可能过去 我们以后的小孩就 没有人可以培育 所有青年表达的意见 教区牧林福传处 将会会集整理 中主教也表示 青年意见非常的宝贵 所以我们有决心采行 步骤实施 一段日子后 还会邀请大家 一起来商讨 使我们的教会 能够更加的年轻化 这次中主教 与青年有约活动 也特别请求圣母带导 在宫念圣母经后结束 我们尽能的利益 我们尽能的利益以后 我们把一切 我们来的利益不足了 我们就交给天主 那当然有一个 大人的钻刀者 就是圣母玛利亚 他会把我们的意向 钻给天主 所以大人的天主 都会给我们的祈祷 所以我们就以圣母前来结束 万福玛利亚 祢充满生虫 祝与祢狂灾 祢在父女中所赞颂 祢的亲子耶稣同受赞颂 天主圣母玛利亚 祝祢现在和我们的意中事 为我们最恩祈求天主 阿们